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三清早,南美自由杯16強首回合火熱進行 巴格豪門明尼路將作客挑戰阿瓜多爾隊伍艾美歷克 艾美歷克分組賽系最後一場大勝財經險晉級 反觀明尼路提前一輪出線,並在經驗上球隊更勝一籌 艾美歷克今次主場淪陷乘數頗大 闊別了南美自由杯分組賽兩個賽季後 艾美歷克今季重返分組賽階段 最後一輪球隊橫心拍彼美拉斯會放水 甚至7比0大炒帕祖利路獨立隊 其實,艾美歷克最近一次參加南美自由杯分組賽時 球隊都殺入16強 可惜在16強被來自巴格的法輪名高淘汰出局 今次球隊再次遭遇巴格隊伍 心理上明顯有所恐懼 在南美自由杯歷史上 艾美歷克並未試過捧杯 阿瓜多爾國內就只有尼加大學試過奪冠 而艾美歷克在阿瓜多爾國內算得上是競旅 但並非豪門般的存在 球隊始終欠缺底溫 今次面對來勢洶洶的明尼路 艾美歷克說是不宜過分高估 近年來巴格隊伍在南美自由杯賽場可謂威道盡 五年四奪冠 但都未有明尼路這個名 來自2013年的冠軍當然心有不甘 不可否認的是 巴格近年來整體實力提升不少 明尼路上季在巴格以絕對優勢奪冠 當然不少都是金錢的投入 喉克和伊華加斯等戰力都絕對不容輕視 值得留意的是 明尼路上季曾殺入準決賽 最終只已作客入球的劣勢出局 球隊今季捲土從來 目標依然是南美自由杯的冠軍 未免夜長夢多 明尼路此行勢要先拔頭籌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再次回見 囉 我們下載M直播 一期待 7 8 可以 遇到